高峰 首先我们要分一短短短短短短短効 就是你停一次就射球 这个就是一短短短短 你停2次 1,2会发力 这个就�rott短短短短短短 2短短短是会有一种imentos 脚在地上 但是波已经在你的risk头射 然后靠脚酷 lob point 这个动作 其实就会比较需要多时间 而且你在比赛的时候 比较难控制力量 所以1.5Motion 他们要做到的一件事 就是我们要靠下压抽动 脚离地的同时 我们就出手了 我们只是在摺抽起的时候 顺势出手 再看多次 摺压抽起顺势出手 其实你三分都是一样的 摺抽起顺势出手 明白吗? 记住我们必须要 离地之后顺势出手 跳的角度 也是你投揽手 去投射的角度 你向上跳 你的手应该向上的 核心是我们的桥 力量一路走上来 跟着骨落和跟腱上来 然后来到这里 力量最大的就是在这个位置 当你把球的中心点移后一格 你当力量就会打了30%折球 最后就是脱手了 我们要尽量训练 我们是要用这个位置去射球 假设旧式的2Motion手腕 是一张床 我们要做一张椅子 我们要是球的中心点 是坐在这张椅子的上面 我们要控制这张椅子 你是向上弹的时候 我们是将椅子向上伸直 最后会形成一个这样落碗的动作 一张椅子向上落碗 一张椅子向上落碗 向上落碗 控制的是整个手掌 掌心的位置 我们落碗的时候 并不是向前 其实向前这个动作 也都是2Motion的动作 向上 然后向下 向上 然后向下 一张椅子向上的话 我们辅助手的手指 都是向上的 当你接球投篮的时候 因为你同方向的关系 你的法力会更加顺畅 落碗会更加有力量 当你是推门的 推出去的时候 推门出去的时候 手指也会跟它同方向 另外一样就是 辅助手 我们不是整个手掌 贴合球的 用三只手指 三分球的姿势 去拿着球 我们练动手腕的时候 尽量手指先不要碰球 在一个很近框的距离 压向上 拉碗 不可以就这样举起射 你会去到最后 去到三分的时候 你的力量会断层 所以一整个动作是下 上 明白吗 下 上 OK 那么你一个人都练到的 下 上 记住手指不要碰球 下 上 慢慢感受一下 我说 怎样令碗 拉个旋转 压 拉一个旋转 力量向上 拉一个旋转 而不是 用手腕 弄走球 跳起的时候 力量是向上的 所以我们 都要向上 但是做一个旋转 让它跌下来 拉碗 OK 再来 压 拉碗 再来 压 拉碗 10球